老师不会干涉学生具体读哪一本书 他只会给学生一个建议 这样就极大的调动了学生读书的自主性 妈妈你看 妈妈这是我的问题 老师也会给学生们布置一些任务 让他们在寒假里完成 哈喽大家好 欢迎来到Jesse的小宇宙 我是Jesse 很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 祝大家圣诞节和新年双节快乐 今天我们来聊一聊 美国公立学校二年级第十七十八十九周学习的内容 也就是在圣诞季的三周 学生到底学了什么内容呢 第一个重点力学 孩子们用了三周的时间学习了力与运动 学生们了解到力可以改变物体的运动方向 力又可以分为直接的作用力和间接的作用力 直接的作用力 比如说push推的力量和pull拉的力量 间接的作用力也可以使物体在力的方向上产生距离 比如说magnetism 磁铁的吸引力和排斥力 以及gravity 地球的重力或者万有引力 力在生活中无处不在 比如说对于我们有着重要纪念意义的冰箱上面的吸铁石 我们生活当中的很多物件也可以被磁铁吸引 比如说发夹 钉子 指甲剪刀 但是有些东西就不能被磁铁吸引 比如说糖果 纸 like posts of magnets repel 同性词集相排斥 unlike posts of magnets attract each other 异性词集相吸引 然后就是知识巩固时间 老师会和同学们做一些小游戏 让学生们找出哪些是拉力 比如说拔河 比如说拉车 再比如说手拉着风筝的线 以及开门 这些动作都用到了拉力 那么如果你关门 推购物车 以及如果你在当鞦韆的时候 妈妈在推你 以及如果你手在按按键的时候 这些都是push 推动力 在单词和定义环节当中 学生们学习了什么是吸引 指南针 磁铁 磁吉 以及排斥 老师又和孩子们做了一个小游戏 来巩固他们所学的知识 在第18周的时候 学生们进行了力以及运动知识的考试 考试一共有20个题 8页纸 有些内容还是有一点难度的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在影片的结尾部分进行查看 老师还要求同学们发挥想象 画出你心目当中觉得哪些地方可以用到吸铁石 或者磁铁 这三周的第二个重点是圣诞节来了 在圣诞节前一周也就是在第19周 学生们会按照学校的指令来穿一些奇怪的衣服 比如说在周一你要穿和圣诞节相关的毛衣或者T-shirt 周二你可以梳着奇奇怪怪的发型去上学 莉莉说小男孩通常都是梳成这样子尖尖的发型 周三 Crazy Hat Day 戴奇怪的帽子去上学 周四 穿着节日的袜子或者奇怪的袜子去上学 周五 穿着睡衣去上学 我们周五今天穿 我这样的上学 在最后的两周 孩子们还做了很多与圣诞节有关的手工 比如说像这样子的Ring Deer 像这样子的圣诞节小袜子 像这样子的小铃铛 还有像这样子的雪花 摸起来很soft 有着莉莉头像的Angel小天使 就连四岁的妹妹也从学校里带回来她做的手工 可以挂在圣诞树上的小装饰 还有妹妹做的姜饼 姜饼人 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袋子里面有什么 从孩子们做的手工作品当中我们可以感受到浓浓的圣诞节氛围 这也是孩子们最开心的季节 妈妈你看 这是什么呀 这是我做的 你做的什么举起来给我看一看好不好 我的美 你做的呀 好棒 妈妈这是我的Ring Deer Food 把Ring Deer Food撒到头上 所以Ring Deer会吃哦 重点三 Nut Cracker芭蕾舞表演 在音乐课上面 老师给孩子们看了Nut Cracker芭蕾舞表演 分别有11个芭蕾舞场景的表演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搜索一下名称 在YouTube里面都可以找到 重点四 说明文练习以及考试 在第18周的时候 学生们练习了如何写作关于动物的说明文 老师分别让学生们在百科全书里面找到他们感兴趣的动物 看一下他们是如何描述动物的 然后模仿你看到的那个动物的描述 写出你自己关于动物的描述 Lily写的是关于Eastern Diamondback Redo Snake的说明文 然后老师会根据说明文的评分标准 对学生们写的关于动物的说明文进行评分 五 形容词巩固练习 老师会让孩子们看句子 然后找出句子里面的形容词 六 数学 在数学上面孩子们学了新的概念 Repeating Pattern和Growing Pattern Repeating Pattern是指图案的规律是不断重复的 而Growing Pattern它的规律是指图案当中有重复的元素 也有不断增加 有规律增加的元素 比如说第一个题 小方块小星星 小方块小星星不断重复 就是Repeating Pattern 而第二个题树的长方形是不变的 而小方块在增加 这个就是Growing Pattern 再比如说背面里的第二个题 圣诞树或者小松树 这样不断有规律的长高 这也是Growing Pattern 六 寒假作业 19周过完就迎来了圣诞节 也就是圣诞节假期 或者叫做Winter Break 寒假 在美国的寒假就只有两个星期 1月3号就开学了 老师也会给学生们布置一些任务 让他们在寒假里完成 主要的作业就是要你去阅读 要求你一边听音乐一边阅读 然后要求你戴着围巾阅读 读给你的朋友或者家人听 也可以打电话读给他们听 要求你读一本书 只要跟冬天有关系就可以 然后穿着你最喜欢的睡衣读一本书 在美国的教育理念当中 老师不会干涉学生具体读哪一本书 他只会给学生一个建议 这样就极大的调动了 学生读书的自主性 孩子们也会很愉快地 读他们喜欢读的书 以上就是公立学校二年级 第17、18、19周学习的内容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订阅并分享 也欢迎大家提出宝贵意见帮助我成长 最后祝大家圣诞节和新年节日快乐 不要忘记帮我点赞哦 感谢了 这里是Jesse和Lily的小宇宙 我们下次见 拜拜 by bwd6 请不吝点赞订阅